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我们城市生活报的时事焦点 今天是7月5号 7月5号 已经迈入7月份了 希望说我们到了7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疫情整个会散去 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得正常的生活 那我们今天用很快的速度也一样 让我们的所有观众来介绍一下 现在时事上面有什么值得大家来关心的事情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就是林志坚 最近林志坚很忙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现任的新竹市市长 他现在下一任想要选 应该已经提名了 要选桃园市的市长 我们这一次年底的市长选举 是跟国民党跟民进党决战的主要场所是哪里呢 就是桃园市 民进党派的是林志坚 国民党派的是张善政 那林志坚呢 他真的 天公我儿子 天公我儿子 为什么呢 因为听说之前他在选新竹市市长的时候 前面 他就是莫名其妙 民进党就征召他 那前一两个月征召他 他就说好吧那就选吧 年轻人这样子就选上了 而且好像听说还做得不错啦 因为他年纪轻轻很有很有作为 可是呢 他还有半年 半年新竹市市长呢 才要 才要认满 结果他现在就宣布说 我要选桃园市的市长 那结果很多人就批评他绕跑 他说没有绕跑啦 没有绕跑 我的民调调查起来的说 我不不用绕跑 哇 民进党现在好像他 最近又惹出来说什么 他有抄袭的 论文有抄袭的问题 都没问题 他说这个东西已经 已经不是新闻了 这是旧闻 所以金乐级考验 好 绕跑也不是问题 对 还有一个问题 他之前快要下台的 就是借满新竹市的时候 新竹市长的时候 他说大新竹要合并 那人家就怪他说 哇 你现在就会替自己找 那个未来的位置 那现在呢 其实民进党对他很不错啊 现在已经让他要参选 那个桃园市市长 结果人家说桃园市长 为什么你现在就可以选桃园市长 因为新竹跟桃园是一家亲 是连在一起的 OK 讲太多讲太多了 总归一句 祝我们林志坚他选得上了 因为我跟大家 现在他争议真的是最大了 OK 张上正本来问题也很大 可是现在好像倒吃甘蔗 这个年底就知道问题 谁会政选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这个关键事是台湾 台湾一直没有出来啊 台湾现在很多的问题 现在这个新闻最主要是什么 是我们对东协 东协东协 就是我们没有参加东协 那我们出口到东协 就是以前蔡英文政府说我要南向 那南向呢 哇这个消息这样出来 嗯 有点 有点 没有 有点 历史上创新高 今年呢出口到东协 突破700亿美元 哇 服务长拍拍手哦 好 这也是一种宣传的方式 那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东协真的能够 虽然不能加入 但是我们尽量能够南进嘛 因为你知道对大陆 大陆什么东西也不买你的啊 什么石斑鱼 乱花蜜啦 香蕉芒果或一大堆的东西 凤梨啊 什么东西都不买你的 那怎么办呢 去日本 去韩国 去美国 哎 对哦 怎么都没有消美国呢 OK 好 这个新闻我就祝福台湾 我们的 我们的出口 尽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OK 再来呢 我们来看了下一个 这一个是一个人名叫做蔡凯文 蔡凯文是谁呢 蔡凯文是网络 就是PC Home PC Home 蔡凯文是PC Home的总经理 那那个之前那个 PC Home 他们那个詹红志啊 詹红志他还出来 有个新闻啊 说他怎么要把他自己的那个薪水啊 变成零啊 什么很正面 怎么那时候蔡凯文 他跟这个PC Home的总经理 还对应的很很很自在 结果呢 最近 星期四号 今天五号嘛 四号请辞了 哇 他这样马上请辞的时候 让大家都很错愕 十九年的地方耶 所以大家对于PC Home 这一个新闻就开始关注了 好 这个可能也要看为什么是这样 是震动吗 还是什么 没有 就是反正后续的消息一定会再再再再揭露出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 下一位是大陆的影星 叫做元冰岩 就是一个演那个什么琉璃啦 演那个那个就是一个女主角啦 那一般来讲的话 大陆就很多人就很红啊 像什么范冰冰啊 什么白冰冰 没有 白冰冰不是 白冰冰是台湾的 像那个范冰冰啊 郑爽啊 所有很多人呢 因为桃漏碎 被大陆都盯上了 现在呢 也好像盯上了这个叫做元冰岩 如果说台湾的我们观众有看到 看陆剧大陆剧的时候 对他稍微熟悉一下 你看就是这一位影星 他现在被盯上了 盯上我不知道 应该来讲也跟范冰冰他们的结果不 就是罚钱啊 不然就是什么一大堆的 希望不要像赵薇啊 像那个什么那个 张婷的 哇牵扯了一大堆的话 那就那就是抄家灭族了 好OK 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个 哇台湾国宝籍人物 歌仔细 歌仔细的 那个国宝籍人物 杨丽花 那他发现什么事呢 他其实不是他自己的事啊 这是间接 间接 因为杨丽花我们都知道 他嫁给洪文栋 那洪文栋的 哎洪文栋的妈妈 过世了 过世的时候留下很多的遗产跟股票 那这里面有签除了多少很多的遗产税啦 或是什么一大堆要要缴的 那结果这个遗产税呢 那有些的大部分的税款喔 都是他的一个 一个红 那个那个纸子 有一个纸子缴掉了 那缴掉的时候他现在就是追藏说 这个洪文栋的这个纸子呢 把税款缴掉以后 他开始要追 追藏说洪文栋啊 跟他的姑姑啊 你们要把这些的税款 或是什么东西 要还他 那结果洪文栋已经过世了 所以 这一笔的货款呢 不是税款 不是货款 结果就追到了杨丽花 所以说这个这个有六个人啊 听说啦 是六个人要负担多少钱呢 4476万元 哇 还不少喔 你看 有钱人家里就是任性啊 你看都有那么多的税款要缴 好 OK 那个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可能 真的 大家最近对这个消息就很震撼 就是朱立静 一个 一个那个唱歌唱得很不错的 一个歌星 他才40岁而已 三星期那个3号 今天5号嘛 3号的时候过世 乳癌过世 那听说 刚开始的时候好像也不是很严重 为什么 那个医治了两年 结果 传来的竟然是过世了 40岁而已喔 所以大家很多人都很不省 这个最近就很虫 这个新闻很红 大家都很关注 好 再来呢 啊 我们疫情已经快要结束了 要振兴我们所有的观光业 那所以呢 我们的政府呢 就就再来一个国旅 国家旅游 国内 国内旅游的一些补助 那这些补助呢 交通部观光局规划要补助多少钱 55亿元 55亿元 那来补助 投入所谓悠游国旅 振兴活动 7月15号 7月15号 还有10天就要开始了 那你知道 看赶快去登记 赶快去抢这个名额 应该跟以前一样嘛 要抢名额 听说平日的时候 每个房间最高补助 被八百块 那如果你是打满三季的 再加码给你五百块 也就是说你如果打满三季 那最高补助 一个平日哦 平日就是一千三百块 那这个详细的内容 有兴趣的话 赶快去去越找 怎么样拿到这个补助 好 再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是关心我们护国神山的 就是台积电 最近台股一直跌 跌的时候台积电也跌 那大家就很担心啊 台积电你为什么跟着跌呢 不是以前所有的股票在跌的时候 你都站得稳稳的 这个是跟着跌呢 所以就有一些的财经专家就出来问 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长久的一些投资 或是一些订单有没有问题出来讲 当然有人质疑 但是这个是正面的消息 也就是说台积电 它其实在于2奈米的 3奈米的这种制程的方式 这个里面的技术 比竞争对手像Intel 像Samsung 都比他们厉害 所以说以现在来讲的话 他还取得他的一些客户 他的客户最大的两个客户就是Apple 苹果还有Intel 就是跟他们合作 他们就愿意来投资台积电的 2奈米3奈米的制程的设备投资 这对于台积电来讲都是很正面的消息 所以短暂的跌可能还不影响台湾的那种 互火神山 这个大家应该还是要有信心 我们说台湾的老百姓 我跟你讲 对台湾股市没有很信心 但是对台积电应该还要保持一点信心才对 不然我们互火神山怎么办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则的 下一则星星点灯 这是一首歌 对吧应该是一首歌吧 这就是政治化的一首歌 政治化大家其实荧幕上面已经很少去看到他 但是他的歌像星星点灯 像那个什么叫阿咖 什么那个那个水手啊 大家都耳熟能详 那最近发现什么事情呢 是因为牵扯到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名人 王心灵 王心灵在那个 王心灵最近很红 那他在参加一个大陆节目的时候 跟几个人 像那个阿萨啦 阿娇啦 吴妍景啦 张偏爱啦 组合起来 合唱的这首歌 星星点灯 但是在大陆上面的节目上面 在唱这种星星点灯的时候 大家因为在大陆嘛 对不对 那怕有什么玻璃心的问题啊 这个歌词 星星点灯的歌词里面有一个说 肮脏的天空里面啊 什么的看不见 那个什么点点星光啊 类似像这种话 那结果呢 他们就把歌词改了 改成说 哇灿烂的天空啊 光明的天空啊 里面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星星啊 来歌颂 我跟他歌颂 内地 歌颂 大陆 歌颂 我们伟大的中国 本来想说 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是很符合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一图 结果呢 官媒就说 你们拍马屁耶 拍得太那个 OK 不止哦 现在政治化也出来讲话了 因为政治化其实他比较偏 台湾立场的人 他说我的歌啊 你没有没有通知我 那你把我的歌呢 改了改了 而且去去歌颂 那一地他他其实很讨厌他们 OK 所以最近呢 两个人两个东西就很红 一个是政治化 因为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四个字 星星点灯 好 最后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 中华快递 嗯 这是一家快递公司 可是我跟你讲 各位观众你有看到 你有碰过中华快递呢 你有碰过中华邮政 你有碰过中华快递吗 很少啦 为什么 其乎没有 因为中华快递是一家 在台湾票据上面的运作的 专门送银行跟银行间的票据的 也就是你贷收款啊 贷付款啊 那些支票什么的 这些的那个运送 那这一家 中华快递呢 是中华邮政的子公司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要求加薪 要求加薪 为什么因为物价高涨啊 那所以呢 他们觉得说 他们要加薪加薪加薪 那你不给我加薪呢 我就给你罢工罢工罢工 其实我现在很怕这个哦 物价上涨的时候 很多东西 那个你的薪水没有办法 调整的时候 很多罢工就出来 好那中华快递公司呢 的员工就要罢工 这罢工呢 这个马上就影响到 银行就跟银行之间的 票据的交换的问题 哇这个也是很严重 那我们看这个 不是只有说看薪罢工 就是看到物价高涨的时候 我们一些当局的人 或是一些的企业的老板 马上要注意到一点了 老百姓如果生活困顿的时候 因为物价太高 物价太高 万物起涨的时候 这个痛苦指数就会高 高涨的时候 他就是要嘛离职 找高配的 要嘛就罢工 那希望这些事情都不要发生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